尽管外投飘着细雨,依旧有许多粉丝参与由MSI与闪电狼举办的粉丝见面会。 记者陈耀宗社 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,台湾电竞战队闪电狼选手MAPLE SORT RT金25日受邀出席品牌赞助商在Wireforce 2017举办的粉丝见面会与粉丝进行互动及爱心竞标。 但面对害羞的粉丝群,依依更是一度要自飘腰包买下拍卖品,现场才慢慢喊价起来,也顺利将四件商品全数卖出。 尽管外投飘着细雨,依旧有许多粉丝参与由MSI与闪电狼举办的粉丝见面会。 在主持人人类的引导下,选手先是跟四位粉丝进行默契大考验匕首画脚。 其中一题不怕神一般的对手,只怕猪一般的队友更是让依依频频骚头猜想。 最后在主持人的提示下才顺利猜出默契大考验匕首画脚题目。 记者陈耀宗社 选手与粉丝开心进行匕首画脚,记者陈耀宗社。 接着活动来到公益爱心竞标拍卖,有品牌与闪电狼联合提供的两套公仔以及Maple,Sort,RT, 亲笔签名,T-shirt,起初现场粉丝十分害羞,喊价意愿低,知道疑疑喊话说那我自己买下来,才慢慢变比较热烈。 最后四组商品也全数卖出,收益更将全数捐给财团法人心。 陆社会福利基金会 Maple与依依前明朝提最后同样以900元卖出,记者陈耀宗社。 除了本场活动以外,闪电狼也将在12月2日于高雄梦时代进行战队群员的粉丝见面会。 届时现场除了有例年回顾与粉丝互动外,闪电狼也会宣布人是一栋日前当家打野, CAS在时空宣布要挑战海外赛区。 大家好奇的新任打野人选也渴望得到解答。 是怎么说 уп动的人来这里。 现在那么你根本的风雨里呢。 我们应该想我